你别再纠缠她了 喂 谁 喂 盛南姐 是我 我是阿莲 什么事啊 我想问问你 缘分最近怎么样了 她在哪儿 你能给我个地址吗 我想去看看她 我说 那个你千万别去啊 你别再纠缠她了行吗 你千万别挂我电话 你就听我说两句行吗 就两句 你说 盛南姐 你们别再阻止我跟缘分了 缘分是真心喜欢我的 我也是 缘分根本就不喜欢你 你能不能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我理解你们是觉得缘分高攀不上我 可是我说过我愿意 不是 你已经把我爸气死了 我没交你算上就不错了 我告诉你别再纠缠我弟姐了 行不行 我说过那是一个误会 如果你们要非这么认为 那我只能觉得你们的思维 跟我不在一个层次内 不过现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我跟缘分真的不能再 因为你们这些顽固的思想 约束我们自己 我觉得缘分不能迫于家庭的压力 不理我 行了行了我挂电话了啊 大姑子 你要是敢挂我电话 我就向你们家去 你要敢来找我我就敢报警 神经病嘛这不是 坚持 坚持不可救药 苏人 苏不可卖 你也太低级了 根本没法沟通啊 这些人 也就李中原略微懂一点我的话 啊 啊 啊 嗯 啊 啊 嗯 啊 啊 好 喂 李医生 你怎么老不接我电话呀 你没完没了能怎么 几点了几点了你知不知道 你当我愿意一遍一遍 给你打电话呢 要不是为了缘分 我才懒得跟你们对话呢 我才跟你说最后一次 缘分根本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 你不要再纠缠她了行吗 像你这样的姑娘 分分钟找一个比较 更适合你的男孩 真的你不要在缘分 一颗树上吊死了 你听我确明天开始 你的幸福生活 我是先祝福你了 就这样 拜拜 再见 让你再打 又是谁啊 还有谁 还有谁 又是阿莲啊 不是咱叫做机号吧 是不是你告诉她的 做机打电话便宜啊 不是 我也不知道她会打电话 骚扰你 不是 文文真的 有机会你找她 好好聊聊行不行 聊什么呀 我觉得她这儿有问题 有问题你知道吗 你得带她去看医生 你什么意思呀 不是 是不是你觉得 我的朋友脑子 都有问题啊 是不是你也觉得 我脑子也有问题啊 我这儿说阿莲呢 你别扯上自己行不行 不是你你你觉得 她没问题是吗 这大半夜一次又一次 你觉得没问题是吗 那她跟你聊什么呢 她老问我缘分 对她什么意思 我哪知道缘分 对她什么意思 她得问缘分去 她老问我干吗 你觉得没问题吗 真的真的 你趁着了 趁她又能治 赶紧带她开医生 就这样 睡觉 喂 燕丽啊 亲爱的 你干吗呢 我能干吗呀 上班呗 你今儿下班以后 准备干吗呀 干吗呀 今天我们老板见了几拨 想盘我们店的人 我这心里是火急火燎的 我觉得咱们再拖下去 这店就真成别人的了 有那么夸张吗 真的 我骗你干吗呀 亲爱的 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要不你 今天下班以后 来一趟我们店 跟我们老板碰一下 这样我也好让她 多给我们一点时间 今天 今天不行 我这儿上班呢 而且晚上得值班 走不开 你跟别人调一下嘛 这谈买卖不比你加班重要呀 你怎么拎不清呀 不是 今天肯定不行 太仓促了 哪 有人给你调啊 改天 行不行 别改天啊 这一改又不知道哪天了 要不这样吧 你今儿要是没空 就改明天呗 明天再说明天的事 我这边有事忙 挂了 我这儿不再去 周远 晚上有空吗 留个串 谢谢 你这儿又想着搭理我了 师兄你这件事 这不让我去做 你还还跟我计较什么 又我跟你计较什么呀 我计较了还不来了 我就知道你最够哥们了 直说吧 你这又遇上什么 让你难以决策的事了 花彦丽 一是领证 二是盘店 天天催我 其实说白了 这两件事吧 其实是一回事 我之所以要盘这家店 完全就是为了严厉 你说我要是真的跟她结婚了 那我得给她找点正经事干吧 我不能让她 当一辈子的啤酒妹吧 所以呢 把这家店一盘下来 让她去经营 特别合适 可是我现在纠结就纠结在于 我到底要不要跟她结婚啊 我要是不跟她结婚呢 我就完全没有必要盘这家店 我这个人你也了解 没什么野心又不会做生意 你别光听着呀 你给我点意见 帮我参谋参谋 你要听我的意见 对啊 你不是从此以后再也不听我的了吗 你让我给你什么意见 我 我可不自找没趣我跟你说 对你自己的事 还真对你自己决定 得行 大老爷们还记上仇了是吧 我给你赔罪 别撑着了 幼稚 真的 赶紧给我参谋参谋 我现在心里面觉得特别不踏实 但是具体不踏实在哪儿呢 我说不清楚 我 劝你的话加下来友谊车皮了 哪句你听进去了 是吗 忠元 我 不是 我今天啊 也不想把那些车公路话 给你来回来剧刀了 这么着 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问题 如果你昨我们明白了 我相信你就能知道该怎么办 你说吧 你对那个花艳丽了解有多深 这是其一 其二 你投入这笔钱 你先别想着以后能赚多少啊 万一哪天不幸打了水漂 你能不能承受住 没了 你今儿晚上怎么有空陪我逛街啊 这点你不是在家看着你们家老李吗 也就今晚不用吧 今天晚上他不是跟你们家老李一块吃饭吗 跟他在一起我还什么担心的呀 他们俩今天晚上一块吃饭 你不知道呀 我没问他 你这可不行 自己男朋友的行踪都不找我清楚的 你这是大忌 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锻炼他 自己主动向你汇报才行 不得是你 我这感觉起来 隆哥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我来了 感射我了 这真行 焦急忙忙把我叫来了 让我在这儿等半天 龙哥 我这不是急着想见你吗 你看 我这想穿漂亮一点 过来见你啊 这套没少吃饭 人家得吃饭一点 你看 我这马上要当老板娘的人了 龙哥 你看这件好看吗 你说我要得穿得像个老板娘 不给你丢人是不是 对了 龙哥 我今天其实是跟我们老板约了 我约了你们俩聊一聊 我现在去叫他 你等会儿啊 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个事了 我觉得投资夜店这个事 再还还吧 为什么呀 你不是之前答应我了吗 是是是 那天我是答应你了 但是我回家一琢磨 我觉得我那天的考虑不成熟 毕竟投资夜店这种事 不是个小事 而且咱们俩才交往了两个多月 咱们之间是不是也应该 彼此更了解一点呢 说白了你就是不信任我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呀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夜店你也不想投了 你干脆给个通外话 要是不想投了 你就告诉我 我也好告诉我们老板 省得耽误了人家 我之前还以为 我马上就可以当老板娘了 以后就有个靠了 现在看一看 我还得继续待在这儿 这地要是转给了别人 我还得继续听新的老板打工 行 我就是这么个命 走 严厉 严厉你别生气 我也没说死了我就不投资啊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觉得投资夜店这种事吧 它不是个小事 那怎么着 我也得做做市场调研 稍微考察考察 最基本的 这夜店一天的流水走账 我至少得看一眼吧 你意思就是说 你要看我们夜店的流水账目是吗 我告诉你夜店挣钱 你不相信呗 这不是绕一大圈 还是不信任我吗 龙哥 你是不是听谁说了什么了 我知道 你那好哥们李中原 对我印象不好 咱俩好 他没少在背后使班 这没有的事 怎么就没有的事 咱们俩之前说得好好的 怎么你一见他就变了呢 你耳根子怎么就那么软呢 你别瞎想 这事真的跟他没关系 跟他没关系才怪 他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啊 这有些事 有些话吧 我就不愿意跟你说 怎么了 有什么话 有什么事你就说 跟我有什么很瞒着的 就前几天 你那好哥们带着他前妻 打到我们夜店门口来了 还警告我 不让我再跟你来往 说我破坏别人家庭 李一龙 你说我怎么就破坏你家庭了 他怎么说是不对 对啊 他这不是胡搅蛮缠吗 我跟你交往的时候 你都离婚了 我这哪都算不上 插死你的家庭吧 他们这么血口喷人 还打到夜店门口来了 就这么欺负我 我跟你在一起 我就得受这些委屈吗 好了好了 好了 我知道钟原的性格 他也是为了我好 他可能呢 就是有点轴 他可能心里面还想着 我 我还要跟郭月复婚呢 别生气了行吗 好吧 郭儿 今儿应该上个礼 一起吃个饭吧 我都约你好几回了 我们 还是先找个地方谈谈吧 走 月儿 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好了 你别这么严肃 搞得我还非常紧张 好 周健 对不起 对不起 不是 这话从何说起啊 周健 我很清楚你对我的心意 但是 恐怕我要辜负你这身心意了 你以后别对我这么好了 我 我承受不起 我 我 我怎么了 你 我哪儿做得不好 不不不 你千万别这么想你 你挺好的 真的 你 是我自己的问题 跟你没关系 是我心里 还放不下一个人 所以我没办法 全心全意地开始一段感情 你 你别在我身上了 这时间了 不是 你说的那个人 是你前夫吧 月儿 那姓林那还有什么好处啊 他已经辜负了你 你干吗还对他念念咕啊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你不懂 我怎么不懂 我看得清清楚楚 是他对不起你 而且他现在有女朋友 你们俩还能怎么样 你别说了 我也不知道我能怎么办 反正你就别再对我这么好了 我 我不想辜负你 更不想伤害你 没关系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 我在乎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明白了 你要觉得你做不到的话 那走进咱俩以后 也别再见面了 就当 就当不认识吧 不是 对不起啊 不是 李大夫 你说过去他傻不傻呀 他前夫都移情别恋了 他还面面不忘呢 你说他图什么呀 都是重感情的人哪 你即便再重感情的话 你也得为自己想想 你不能长期耗下去啊 时间是个好东西 它能够抹杀一切 但是最后证明这一切的 也只有时间 做事儿吗 得有耐心 得有耐心 那你的意思我还继续追 追 继续追 只要是真爱 只要真心爱着对方 就要相信他 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念 精诚所致 精识为开 有足够的信任 有足够的耐心 早晚有一天他会接受你 没错 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 林医生 后面有人找你 那你这儿有客人 行 你先忙 好 好 我听听的 那 你 自打那天你挂了我电话以后 我仔细想了想 终于想明白了 原来缘分不搭理我 都是因为你 因为我 为什么呀 林医生 我的素养告诉我 我不能去打击任何一个男人 对我的爱慕 喜欢和崇拜 就是你能直接切入主题吗 好 我直入主题 你喜欢我 爱慕我 崇拜我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不可以来破坏我 跟缘分之间的感情 我 我不是 我 我什么你 我 我爱慕你 我 你从哪方面看出我 你自己看看吧 缘分就是因为发现你喜欢我 才主动退出的 我不看我不看 你给我把话说明白了 那我念给你听啊 属于我的 我一定会努力去追求 不属于我的 我也绝不会强求 以后做每件事 都要对家人问心无愧 这 这话什么意思呢 你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不是 这话能说明什么呢 这前两句话啊 说得明显就是爱情啊 他爱我 但是又不能强求 为什么呢 因为要对家人问心无愧 他的家人除了你以外 谁还可能喜欢我呢 袁盛楠 不可能吧 那不就是你了吗 那你要因为这么几句话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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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决我 你 姑娘 你 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啊 就这 这个话你就 怎么能够说明是我就怎么 你 太可笑了 我还有别的证据啊 你要是不喜欢我 干吗每次跟我讲电话 都讲那么长时间 对 还劝我不要再想着缘分了 你不就是 想把我拒为己有吗 我知道 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 又不敢承认的时候 都这么说 我是有切身经验的李医生 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和之前爱过我的 那些男人一样 都这么虚伪 你这样我更不会喜欢你的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不要再对我有任何期盼 也不要横在我跟缘分之间 你这样我们很痛苦的 你看你明话说了吧 反正我不管 你必须退出 不管你心里有多么痛苦 你一定赶紧跟缘分解释清楚 不要再破坏我跟缘分之间的感情了 我对你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也绝对不会喜欢你的 我要开意精神病院 我今儿就把你收了 来了 进来吧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你快过来坐呀 你别在那儿站着啊 我给你倒点水吧 我 我给你倒点水吧 不用了 我不喝 你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怎么了 文文 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李中原她一清别练 我心里觉得是很对不起你的 我知道 我是比你优秀一点 但这不是我的错呀 毕竟咱俩是闺蜜 千万不要因为李中原反目啊 你说什么呀 李中原总就一清别练了 这你都没感觉出来吗 你天天跟她在一起 你没发现她心里一直想着的人 是我吗 你说什么 她心里想着你 是啊 不过文文 你 你千万别介意 她喜欢我那是她的事 我是不喜欢她的 我心里只有缘分 这你是知道的 我听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李中原喜欢你 但你不喜欢李中原 你的心里只有缘分 对吧 对 对 对 文文 我还希望你不要怪我 我有魅力 男人都爱我 但这真的不是我的错 李中原说得对啊 我能 再拜托你一件事吗 你可不可以去找李中原谈一下呀 你就去跟她说 我不会喜欢上她的 让她死了这条心吧 不要再拦在我跟缘分中间了 缘分她爱我 她那么爱我 但是却爱与李中原的关系 不能跟我在一起 她很痛苦的 好吗 行 行 我妈 那你们好好想想我说的那个方案 好 明天见啊 袁总再见 喂 是袁小姐吗 我是指尖的爸爸 你能上我们家来一趟吗 只见都绝食三天了 好 那您把地址发给我 我马上过去 好 就这样 好 阿莲刚才来找过我了 她跟我说 缘分躲着她都是因为你从中作梗 这你也信 我在想呀 阿莲再这样下去该怎么办 是啊 你说 你是她唯一的朋友里 真爱劝你拿去看看心理医生 钟原 你没做什么让阿莲误会的举动吧 我 好 该怎么闹着玩的 别当真 去吧 好 好 你 你 喂 袁小姐 你可来了 快请进 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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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阿姨好 袁小姐 你快劝劝我们家子贱吧 她要是再不吃饭 就要饿死了 叔叔 王子贱她为什么这样啊 还不是因为你啊 我儿子为了要这个户口碗 跟你结婚 连命都不肯要了 袁小姐 你可真有手段呀 连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你都教得出来 阿姨 您肯定是误会了 首先我没有教过 王子健绝食 其次我压根也没打算 跟他结婚 那何谈户口本这么一说呢 你还真能狡辩 阿姨 我 行了 什么都别说了 我一句多意的废话 都不想听 总之 你的目的达到了 户口本你可以拿走 你们爱结就结去 儿子大了不由娘 我也管不了了 阿姨 您不能 扣这么大一个帽子给我呀 阿姨 您听我解释 袁小姐 你别生气啊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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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小姐 正好 有几句话 老爸 我想单独跟你说一下 你看 我们家的情况 大概你也看明白了 就他妈那脾气 在家里啊 说一不二惯了 跟外人呀 也露不住话 你千万别跟他生气 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知道 你跟子健这事啊 不怨你 谢谢叔叔理解 但是王子健 我的意思是 王子健因为这种事情 他至于吗 袁小姐 你还是不了解子健 就他妈不同意你 结婚这事 对他来说 那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 事到如今 我也不怕你笑我 子健这孩子呀 从小到大 就是我和他妈 呵护着成长起来的 真是一帆风顺 没有受过什么挫折 可是我看阿姨那脾气 颜小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别看他妈厉害 可是他妈呀 真疼小健 子健从小到大 没有受过一丁点的委屈 都是她要什么 我就给她什么 子健她自己呢 成绩也好 小生初 出生高 高考升学 没有受过一丁点的挫折 这次 你跟她这事 她这么地讨好你 耍赖 撒娇 什么三班府 都用完了之后 可是你不接她的招 她妈那儿呢 又不松口 所以啊 她自己就乱了方寸了 挫折感就全出来了 这一来我和她妈 从小太惯着她了 原来之前的成熟体贴 都是专的 严小姐 严小姐 我也看出来了 我们家子健啊 是真心地喜欢你 你啊 也别辜负了她这份情意 这护护本啊 你拿着 你只要能劝我们家子健吃饭 你们的事我们不管了 你们想什么时候登记 就什么时候登记 叔叔 我们 子健她妈那儿 她就是那脾气 正在气头上 等过两天我劝劝她 肯定能妥协的 不是 叔叔 这个 其实我吧 我压根就没有打算跟 子健 登记 严小姐 你可不能这么对待我们家子健啊 她为了跟你结婚 连绝食这招都使出来了 现在你要说不跟她结婚 那对她打击太大了 我怕她承受不了 她才崩溃了 叔叔 不至于啊 真的不至于 当然至于了 我们家子健从小就没被女孩子绝过 都是她绝人家的事 今天你把她绝了 假绝食就会变成真的了 袁晓天 我请你来 是为了哄她吃饭 不是让你来雪上加霜的 叔叔 我觉得您这样是在变相地护着她 惯着她 瞅着她 在滋掌她 我就是为了让她吃口饭 您别哭了行吗 那这样 她在哪儿呢 我先去看看她 我先去看看 杏太 少放呀 杏太 你说吧 你是不是有病 杏囊 这也是我能想到 咱俩在一起唯一的方法了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你这样做太幼稚了 杏囊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能跟你在一起 那你这样我就没法跟你在一起 你说我怎么可能把我的后半生 托付给一个不成熟的人呢 杏囊 你看我都这样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王小剑你这样做 你有没有为你的爸爸妈妈考虑一下啊 你看把他们急得都急成什么样了 不是 杏囊 我要去吃饭 你能跟我一块去领证吗 当然不能吧 我是一个离过婚的人 如果我要是再婚的话 我一定要慎重地考虑 还有你用这种办法背着我跟你结婚啊 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我当然不能同意了 为什么呀 你说为什么 因为你不成熟 你任性 你自己想一想 你这段时间做的这些事吧 框我去见你父母 结果没成 然后又改变战术讨好我妈 用迂回的方式让我去见你父母 这样吗 结果呢 然后你又跟韩文文去联手 你等等等等 这些做法都证明了你的幼稚 你觉得我怎么敢把我的后半生托付给你呢 别闹了 别哭了 能不能别闹 别这么任性了行不行啊 我告诉你 要想对你的爱人负责 要想对你的家人负责 首先要对你自己负责任 去吃饭吧 要不然我告诉你王老健 咱俩连朋友都做不了 好 我去吃饭 我去吃饭 起得来吗 起不完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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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见 妈 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孩子怎么 孩子怎么 妈 妈 对不起 我错 我错 我不该听坏人的调损 我不结识了 不结识了 小姐 是个乖孩子 行了 你就别跟着哭了 赶紧到厨房把猪端出来 快点 快点 你好好孩子 快快 坐坐 来 坐下 坐下 没事吧 没事 来来来 喝点猪 你也跟着一起吃饭吧 我去跟着 不用了 叔叔 那个 叔叔 阿姨 我必须得跟你们再解释一下 首先 我没有逼过王子健 这个办法也不是我给他出的 那个户口本 你们收好了 其次 如果我想跟谁结婚 有没有这个户口本都无所谓 对 我要是不想 谁也逼不了我 你先别哭 我先问你 这倒霉主意到底谁给你出的 韩文文 我一猜就是他 也就他能想出这种办法 这 韩文文是谁啊 她是李主任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少跟她接触 知不知道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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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儿再说 来来来 赶紧把粥喝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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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快点 给你 这就是我们店上半年的流水 你不是想看吗 全在这儿 你抓紧时间看啊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 从我们老板那儿要来的 这样道理说 都不应该给你看 抓紧点时间 赶紧做个决定 别再拖拖拉拉的了 但是这家务上的东西 我 我也不明白 我能找明白人看看吗 行啊 可是你找谁 都别找李中原 你要找她的话 她就只会给你使坏 她压根就不想你好 她就是嫉妒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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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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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xt倫哥 你说咱俩什么时候去领证呀 复不复婚是你的自由 我管不着你 但你如果想再结婚 尤其是跟这姑娘 我劝你千万千万要冷静 千万千万 不要因为一时冲动 去领了证 是 林立 我最近呢 有几个大的手术正排着呢 所以 我也就没有心思想这些事情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跟我结婚啊 我 我可没这么说 你就是 龙哥 咱们俩都交往两三个月了 你要是不想跟我结婚 你就早点告诉我 你别等到我人老出黄的时候 你说不要我了 我哭都没地方哭去 怎么可能啊 林立 我只不过是说 哪有时候 刚认识两三个月就上班这要领证的呀 而且 又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 所以这种事情 我需要慎重地考虑 怎么着也得有个半年时间吧 这样我们才能更加了解对方 半年 不是龙哥 这半年耗费的不只是时间 还有我的青春呢 是 咱们俩就在一起两三个月 但这两三个月里面 我们俩经历了多少事情啊 再说了 还是我帮你识破缘分的诡计 这就帮你挽回了多大的损失呀 是是是 那些事情确实多亏你 对呀 你说就凭这事儿 你还要了解我什么呀 你说是我对你不够好吗 我还要怎么对你好呀 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了好不好呀 嗯 严厉 我知道 我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但是 你让我现在就跟你去领证 我做不到 好 你有种 严厉 你怎么跟骗了个人似的 一句话谈不拢就 就翻脸啊 那你跟我结婚啊 是吗 软衣不吃的滚刀肉 喂 闻闻 柔儿 你跟那个造好版怎么样了 有没有下一步的发展啊 发展什么呀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就没有点别的 哪想那么多呀 我知道有些话 可能我说你不爱听 我知道有些话 但是作为姐夫呢 我必须得说 是时候 该为自己的以后考虑了吗 人嘛 总要学会往前看 有的时候 给他人一个机会 也就是等于给自己一个机会 难道你就不想重新开始 幸福的新生活 这开始新生活是需要勇气的呀 你说 尤其是我们这种 感情上受过创伤的 对吧 严格意义上来说 属于中年女性 哪那么容易接手一新来 反正我不行 有那么难吗 再说了三十就中年了 太吓人了吧 哎呦 你没事 你怎么知道不行啊 你就别说我了 那王小剑 祝你那么长时间了 还老想着李仲元 不是 我跟你就不是一种情况好吗 你觉得 王小剑适合我吗 让我的爱伴着你 直到永远 在相对的视线里才发现 在相对的视线里才发现 不管是现在 还是太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 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 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受伤害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你会不会再受伤害